我想今天 25号有几个重点 四个重点了 第一个进攻击辅 和军事行动 第二个开始在放话要谈判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补习通话 这是一个重点了 我们就提到 那第四个其实大家都没注意到 就是说西方的不断的在喊制裁 中间有个小插曲 是美国尝试了又在做转移 这个他的这种外交无力 转移到是中国的问题的这种认知战 那进攻击辅现在其实很清楚 你看整个击辅的北部 以及击辅的内部 其实很多的讯息显现出来 其实战车已经开入到 这个首都这个击辅了 室内的爆大声以及枪声停传 所以大概在这几个重要的都市 尤其是基辅可能已经是大军的逼近 这是第二天的战争的这个进度 不过算是还是以就是军事的 或者是主要的这些公家的这些设施的为主 还没有看到说大规模针对平民的 所以逃难的这个其实这个紧张开始在增加 可是呢并没有像是一般我们看到那种真正大型战争发生 那无辜平民这个四散的这样的紧张气氛 放话谈判 那比较特殊的是俄罗斯这边已经说 这个俄方准备派代表团前往明斯克 那就是白俄罗斯的首席 因为在昨天台北时间的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呢 白俄罗斯的总统 这个白俄罗斯总统 他就说我们这个东斯大夫人 俄罗斯白俄罗斯跟乌克兰 三个国家应该可以谈一谈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而不是那个土耳其的总统 埃尔段 他的情意我想普丁不会把这个球做给这个土耳其 一定是给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是他自己的人嘛 那但是也可以算是第三国 可是这里的问题来了 普丁要怎么样的谈判的条件 如果不是投降的话 那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求整个乌克兰非军事化 是他演讲中就提到的 第二个我觉得他要求 就是乌克兰要修宪 这个修宪两个内容 一个是要把那个加入北约拿掉 甚至表达不加入任何的军事组织 或者是这个军事的联盟 以及针对俄罗斯裔俄罗斯语 人的这种公平的待遇的保障 这是他讲的去纳粹化的一个要件 所以法律上他一定会做这两个东西 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是 他一定会要求这个泽文斯基 你要承认在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嗯搞不好还要扩大了 刚刚我们讲说搞不好还扩大 还更扩大这两个独立 独立区块的范围 说不定还有可能哦 一定会 那可能至少是 至少他们所宣称的两个省份的这个范围 甚至会扩大 那其实我觉得可能进一步 乌克兰就变成小俄罗斯了啦 好好好可以理解 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只是一个军 这个非军事化或者是中立化的缓冲国 不是这样子了 我的军队就在那边了 一个小俄罗斯 也就是他的这个势力范围的这个扩大 但是呢 维持你这个国家的这种这种体制现状 可是你必须要承认 这两个我承认的两个共和国 当然你也要承认 嗯 以及布里米亚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地位 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 德伦斯基能不能接受 德伦斯基已经说他愿意谈 但是他说要有第三者在 那这个第三者 白文斯他接不接受 以及他接不接受的条件 那这个当然政治跟外交的谈判 都随着外在的情势会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你的筹码你的压力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重点是进攻基辅 如果到了明天基辅大部分 都已经被俄罗斯的军队掌控的话 我想德伦斯基的这个筹码 就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 然后呢补习通话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报导出来说过去三个月 美国不断的把他的情资 我们大概提过就是给中国 那中国就不劝这个俄罗斯 所以好像是中国在外交上没有努力 是差的不错 甚至希望挑起这个战争 这个美国甩锅给中国大陆说 你看都厉害大概这个感觉 是的这是一个甩锅 这是一个脱队 那同时你看到白宫的发言人他说 中国占世界的经济约15% 不对应该是17%了 但是他说美国加欧洲占起来将近占50% 所以他们也就中国大陆无法弥补俄罗斯 在欧洲跟美国之争协调所造成的 对俄罗斯造成的这个制裁 所以也就是说他希望说中国要了解 你要站在历史的这一边 你要选对的方向 那汪文斌马上的这个回复 你看到好精彩 这个已经变得不是单纯 则是在乌克兰 甚至是这两大强权 针对乌克兰的情势的这种外交的交战 汪文斌中国大陆的外交人 外交发言的就是说 这个其实乌克兰问题 有复杂的历史的这个经纬 这是王毅和拉夫罗夫谈的同样的这个语调 那但是他强调要通过对话 寻求乌克兰籍相关问题的全面解决 中方的做法是这个从个别国家制造危机 这个个别国家指的当然一定是美国了 转嫁危机 从危机当中余力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现在用词都越来越犀利了 很犀利啊这个 骂人不带脏的 对他说王毅究竟哪一种做法是有利于欧洲安全稳定 大家是做的看得出来 那他是希望说透过谈判的方式 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其实现在等于是美国一直想要去脱罪 美国一直想要去转嫁 以及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很强的力量 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把真正的重点 重心放在对抗中国上 也就是未来的这个印太战略 他已经大概这个汤保了很久了 尤其像印太经济架构协定 他已经大概各部会的这种沟通 已经弄了大概几个月 结果突然发生这个事情 那大陆有一个就蛮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就叫郑永年 就说其实有一点类似像是当时的911 当美国开始转向处理美中或中国的挑战的时候 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 使得他的战略跟外交的精力 不得不做部分的移动 而使他没有办法全面去面对中国 那个时候911就散恐战争 而现在这个俄罗斯 显然不会简单的什么一个谈判 明天后天下个礼拜 就事情结束 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可能 整个欧洲安全的秩序已经重新的解构 那再重新的要建构当中 那这个时候美国不可能放手 美国真正一直 尤其是在美国东岸的政治精英 一直觉得欧洲才是他们真正的核心利益 距离种族语言 那只有我们这样在亚洲的人 或者是我们国际关系学者才认为说 这个中国以及 美国觉得日本是他的重要核心利益 那在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没有欧洲没有发生乌克兰事件的话 那是会转移到这边来 已经转移到这边来 但是现在欧洲的情势 乌克兰情势的变化 我觉得他也许不能跟911的 之后的反恐战争相比 但一定会让美国 就是必须要同时面对两边 那看得出来 他想要把这两个中俄结合一起 变成一个同样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共生的这个敌人 那看起来他是这样一个操作的这个方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